这期我们要说的就是这部据说耗资2.5个亿的大作 对就是那个他爷爷的奶奶的爷爷啊 隋唐英雄寺 本剧开始的时间是贞观六年 李世民御驾清征 与西凉大军大战时期李世民被困索阳城 程咬金杀出重围回到京城求援 在看出场阵容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 没错就是刘晓清 她在片中出演16岁的突厥公主阿史纳燕 据正版史书记载 阿史纳燕是李世民的一位妃子 并怀有身孕 我那个去 这他妈不是大妈级的 也是大婶级别的了 竟然还要跟扮演李世民的吕秀才同台对戏 说不定还要来一句亲爱的摸摸之类的 我瞬间觉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这真你妈是 真你妈是扮得了女王演得了少女 可以说本片投资宏大 据说花掉了将近2.5的意 那么可想而知本片演员的阵容强大了 片中张卫健分饰两个角色 没错 陈耀金和他的儿子铁牛 铁牛以他那极其夸张 神似猪八戒的耳朵证明真实 只要你不瞎就知道他是铁牛 而不是他爹 但是这耳朵怎么看都觉得是 大母娘 俺老猪回来了 你确定你呀不是被捡来的 还有张卫健出演的陈耀金 他独测的嘴皮子功夫让我觉得 哦 原来这个连出招都只有三板斧的大唐名将 陈耀金不仅是一个大老族 还能口若悬河 蛇战群辱 差点就单靠嘴上功夫 从山贼斗一虎的手中救出了众人 这个奶油小生才是我们随藏寺的主角 因为本篇故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和他妹子发展 故事开头 他爹和李世民被困索阳城 在得知薛仁桂性命堪忧之后 恐龙妹与母亲上山来找薛丁山 薛丁山用千里传音与二人对话 经过一番争执无果后 恐龙妹决定直接放大招 对放火烧人 于是恐龙妹就拿起柴火往地上一扔就着了 没错往地上一扔就着了 于是这个会千里传音的隐士高人就被熏了出来 然后不知何时 他是否和一个不知道从哪个西班子招来的人 拿着摇摇晃晃飘来飘去的剑就出现了 没错 就说本片耗资了2.5个一 终于娘仨到了长安 在找成老千岁的路上 碰到了太子调戏妹子的狗血一幕 嘿哈 飘击 哎呀 于是兄妹俩人就把太子给打了 身边这群战斗力不足舞的渣根本不够大 随后来了一位高手 之后就有了铁牛与恐龙妹飞烟走壁逃跑这一幕 卧槽 除了14分左右 我看到两个人倒挂金钩反重力法则飞出窗这一幕 其他镜头都是以一种非常微妙的仰视出现 尼玛我要看的是激情的飞烟走壁 而不是在隔壁二楼阳台玩躲猫吗好吗 没错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长相白嫩戴着红领巾 发型时髦略带卷曲的人物就是罗通 这祸在随大军前往索阳城的路上遇到了山贼 出场与斗鱼虎一战 谁知道上去就莫名其妙的被一群小喽啰给捆上了 哎呀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捆仙绳 这个版本装备好普及 已经人手一绑 此时罗通还拿着他那把地摊货 没错据说这部片子耗资了2.5个亿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一下 果然是红龙梦出身 你嘛你拿着把地摊货吓唬谁呢 看到这群龙乐先后解决了两名大唐民将 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这里我不得不说下 剧情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是起码去给薛夫人送信的 路中出现了个小孩 然后恐龙妹救了这个小孩 之后等信使到达薛府的时候 恐龙妹与丫鬟已经在府中了 没错这个人是骑马去的 其实恐龙妹 啊不 薛妹妹长得真心不丑 你看她不管是鼻舞打泪 还是骑马从军 都有一副英姿萨爽花木兰的风范 怎么刚开始和她老娘出场这么怪异 你确定不是从怡春院走失的姑娘吗 原著中 斗仙童会武功会法术 捆仙绳活捉薛丁山后逼婚 但是这个妹子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 不不不一定是我看错了 没错这就是耗资过两亿的大片 李世民给于幽兰的玉佩明明是白色 怎么到了西凉大营就变成黄色 该不是博物馆借来的还回去了吧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逗逼 嘴里牛逼轰轰的喊着 我大唐灰师百万 可是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最后我不得不提一下 除了开场那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素材 全剧就没有一个大场面 五万人就拿十多号人凑 我操 在他们看了几集如此狗血改编的剧情之后 我觉得这颠覆了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历史观 历史人物被各种颠覆 看了突然有种淡碎一地的感觉 可怜那些还不知道历史的孩子们 他们看了之后再去了解真正的史诗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你妹啊 难道历史剧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玩过家家吗 最后请让我总结一句 我操大片